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练习限制在四分之一球场的范围内 进攻球员必须摆脱防守队员的钉防 成功从传球队员处接球 可以尝试V形切入 将防守队员迫至篮筐下方 然后迅速折回 如果防守球员试图预测传球方向 也可以使用反跑来进行突破 一旦接到球后 最多带球两步后投篮 为了让防守方难以断球 传球的力度要尽量大 如果防守球员离得较远 也可以尝试远距离投篮得分 进攻队员得分之后 防守球员和传球球员要互换角色 如果防守球员拦截成功 则成为进攻防 原来进攻球员转为传球球员 传球球员则转为防守球员 在球场的左右两侧 分别进行这个练习 现在你就学会这个练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